大家好 晚安 这期节目现场 我们其实带你来看到的是 印度的军武 印度现在宣布要在2023年之前 就要提前先交付菲律宾 先前购买的布拉莫斯导弹 现在根据的是印度媒体的报道 就是由印度跟俄罗斯他们合资的 这一间布拉莫斯航太公司 生产的这一款导弹 原本说是要在2024年 才会交付给菲律宾 但现在提前交付了 好 布拉莫斯的导弹的飞行速度 可以达到2.8到3.5马赫 具有优越的图防能力 一旦菲律宾部署 不但能够对中国大陆控制的 黄岩岛这边形成威胁 而且威者的能力 说还可以延伸到巴士海峡 好 我们继续带你来看的 这一款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巡翼飞弹 可以从潜舰船或者是飞机 或者是这个陆地平台所发射 那攜带可以重达300公斤的 常规弹头 飞弹还是具有低雷达的反射讯号 跟先前的这个制导系统 中端马速是有2.8的马赫 接近三倍高音速 超音速的高速 几乎是不可能躲藏 很难拦截的 当然对于这款导弹 还是有非常多的专家 对于它的性能是有一些质疑的 不过现在外界就解读了 印度这样交付这个军武 它背后的这个含义 到底是为什么呢 印度现在交付给菲律宾的 布拉莫斯导弹 好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为了制衡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的影响力 但是呢 其实对于印度来说 他们不是这个南海争端的主要国家 可是在上个月 好 这一场莫迪到美国去访问之行 好 双方呢 谈到了非常多的战略合作的关系 跟之后会提升彼此在南海这边可能的合作 当然也就是美印之间在制衡中国大陆上头 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跟共识 那另外再加上中印之间 好 最近有这个互相驱逐记者的这个交锋之外 还有在边境的问题导致两国关系恶劣 也都是印度要援助东南亚各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 那另外要来看到的就是印度跟菲律宾 他们在29号的时候罕见的发表了声明 而且是以未点名的方式 要求中国大陆需要遵守2016年 在南海的争议国际裁决的这个成果 也就是说这个九段线其实是不符合法律的 好 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印度反对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的扩张的立场 是逐渐的明朗 好 另外要来看到说到在南海 其实美军一直都有所动作 这是一张美军他们在第七舰队的脸书上面 发布的这张照片 可以看到说美国的舰载机部队 很可能还是在南海的这边 好 因为它有一些环礁这样子的地形的状况 所以外界就认为说 这应该是在南海这边来执行操演 宣示意味是相当浓厚 再加上美日飞好之三个国家 他们最近举行了三方安全会议 而且是讨论到东海南海这边的安全议题 明明就是蛮平静的 但为什么要讨论安全议题呢 还传出说可能之后三国的这个联合演习会常态化 当然对此中国大陆就有所不满了 这是大陆国防部发言人 他就批评说这根本就是军事挑衅跟阵营的对抗 好 但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南海这个议题 当然是美中之间互相交锋角力的一个地点 那现在中国大陆的新任驻美大使谢峰 他现在履新了 那他未来会带给中美关系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前景呢 好 我们先来看到 这是在美东时间30号的时候 谢峰他就到白宫跟拜登来递交了国书 拜登当然也欢迎谢峰履新 双方也讨论了中美关系日后的发展 这是根据中国大陆驻美国的大使馆的官网 还有谢峰他自己本人的Twitter的照片 可以看到身穿中山装的谢峰 在递交国书的时候是跟拜登来合影 好 另外这一位是谢峰的夫人 他还特地身穿一席 红色的旗袍真的是相当的亮眼 那谢峰也表示中方会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跟合作共赢等等的原则 落实两国元首之前在巴黎岛峰会的共事 要探索新时期的中美关系相处之道 而且一个重点就是要推动中美关系指叠气吻 好 持续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法国 法国呢 这几天暴动不断 原因就是因为呢 之前有个非议的青少年 说在领检的时候居然被警方给击毙了 但这样的一起事件呢 让很多当地的民众都认为说 这是不是又是警方执法过当 甚至牵扯到比较敏感的种族歧视的议题 那现在暴动已经延烧到第四天 路透社就报道 在南部的大城马赛不只有暴动 更有黑衣人趁乱掠夺 这个目标是银行还有购物中心 好 你可以看到这画面的这些黑衣人 他们身穿黑衣 戴着黑口罩 还有人是戴安全帽 避免日后遭到警方锁定 法国内政部现在已经表示说 已经动用了4.5万的警力 逮捕人数超过900人 这个规模是相当的罕见之高 好 但是呢大家就要问了 那法国总统马克宏你在做什么 虽然说他日后是有召开了 这个紧急的内阁会议 他现在呼吁说 大家不要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 不断地曝光这些暴动的影片 以免呢让这些未成年人会有一个模仿效应 他更是呼吁说父母尽量不要让小朋友外出 但是居然被爆料说在暴动期间的第一时间 他没有亲自的来聆听简报 坐镇指挥 他居然去看爱尔顿墙的演唱会 当然现在被炮轰说是不知人间几苦 这一栋正在焚烧的建筑外墙 是法国2024夏季奥运的水讯中心 却遭到愤怒的民众放火 年轻人还涌到位于史特拉斯堡的苹果商店 用石筒猛砸玻璃窗强行闯入 抗议飞役少年遭警方近距离射杀的暴力 示威已经进入第四天 于周五达到最高峰 第二大城马赛禁止抗议活动 但是还是有民众当街纵火 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力进驻街头 巴黎的郊外民众大肆丢置烟火 仿佛是无政府的状态 根据法国当局的统计 发生了3800多起纵火的事件 有492栋建筑物遭到损毁 2000辆汽车被烧毁 警方彻夜逮捕了875人 其中半数以上是在巴黎地区 为了员工以及乘客的安全 法兰西运输联合会决定 巴黎的公车以及电车 每天晚间9点以后将暂停行驶 法国总统马克宏提前结束 欧盟峰会回国举行紧急会议 他谴责暴动并且表示 很多参与者都是年轻人 不过讽刺的是马克宏被爆料 在举国骚动的第二天晚上 他却与夫人去听爱尔顿墙的演唱会 还随着音乐摇摆显然相当享受 这段影片在网上疯传 舆论猛轰他不知人间极苦 联合国方面则是公开表示 法国应该要处理警察歧视的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